尿路感染是什么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洪亮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密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那么尿道感染的症状呢 它相对来说呢 主要是个尿路刺激症状 也就是说呢 尿急 尿贫 尿痛 那么男性呢 可能会出现尿道有分泌物 那么女性来说呢 可能相对觉得尿道口有些不舒服 有些难受 那么我们如果做化验检查的话呢 那么尿常规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尿的白细胞有明显的增高 那么伴有血尿的时候呢 尿里的红细胞呢 也会明显的增高 那么当这个尿路感染 尿道炎进一步发展成为膀胱炎 或者急性肾与肾炎的时候呢 那病人可能还会出现腰痛 发烧等这些症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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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